爱弗生曾说以明人堂的数量来判断哪届选秀强 他说都有道理嘛 明人堂的数量判断哪届选秀强啊 那意思就是96届挺强呗 阿伦爱弗生 科比布兰特 史蒂夫纳斯 莱阿伦呢 起码暂时一数呢就四大位 再往后排呢还有没有 96一大应该也有 以明人堂的数量划断哪届选秀强啊 这个不对 因为明人堂呢 他其实门槛没有那么高 很多人都有这个进的 你甚至别说什么拿MVP拿得分王啊 拿什么老大冠军的 其他很多边边角角的 他荣誉没有那么厚 他也能往里进 但你能说这个平均水平水平高 就意味着你这一届的质量高 那就差点 96他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哪 就是这个领军带队的 科比布兰特 说实话 科比你要说放眼历史呢 他这个档次就显得呢 就没有那么这个傻药了 因为你要说最强一届新人 我的领军带头人的话 他是历史前十左右的话 前十手没远 这个档次就是显得就是没有那么特别高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一届选秀呢 你不光得是平均水平高 还有一点啥呢 你这个领军人物也得是特别高才行 这样一来你综合判断就这届选秀的总体到的高度才更有说服力 那你说哪个哪届更有说服力呢 其实还是巴士一带 就是巴士一带领军带队是麦克尔小胆 乔胆的篮球之神 人家是历史第一人 就他自己就拿了五个MVP十个得分 你就这简单的荣誉王那一甩 差不多顶一届新人的 而且呢 还有哈吉姆奥拉祖昂 奥拉祖昂什么级别呢 差不多接近科比的级别 奥拉祖昂 两个老大冠军一个MVP 攻守居地啊 他也是前十附近左右这个城市的 那奥拉祖昂也这么横 这种当中呢 还有这个历史助攻王斯托克顿 人家都是猫了解的这种级别的 奥拉祖昂是历史盖茂王 我还没记错 助攻王呢 是这个斯托克顿 查尔特巴克利啊 人家也是MVP级别选手 所以你要说最强一届新人的 你综合衡量的话 就是平均水平得高 而且你领军带队的头几个人 你这个档次也得高 96排第二的 那可能说就得是史蒂夫纳什了 但是纳什级别呢 也就是20名左右 对不对 他没有老大冠军嘛 20到30之间 这个档次就低一点 还是巴士内界是最强的 排到第二是 96吧 03年他问题就在于呢 维德呀 他地位相对来说低一点 安东尼呢 排位也没有那么高 克里斯波什呢 75大都没进去 所以03一代所谓的03四节呀 这里边就有洛布朗詹姆斯一个 排历史第二的 这个是最露脸 但其他呢 都相对一板了 相比于96啊 排前伞的 起码七刷刷都是MVP 所以理性判断96应该是 第二出色的一届选秀 流伞呢 是第三出色的 这么个排序方式 这么个排序方式